大家入秋之后换上的第一件秋衣是哪件呢?相信很多人的答案会是衬衫,尤其是白衬衫,最适合几节交替的时候,把袋好穿,不过可别提到白衬衫,就只想到一股纸产白领的严肃罢了。 白衬衫也可以很日常,很休闲。 不久前,蒋文力和许晴就在机场街拍,不约而同的穿上了白衬衫,明明都是白色衬衫裙,虽说不至于都要穿得像许晴一样性感娇俏,但像蒋文力这样穿成大妈款,看起来了也实在有些low。 其实,白衬衫就算是日常搭配,想要穿得既舒适,又优了也很容易,这件四季都能穿出特点来的大品。 你可不能错过,面料书是最重要,追求高级感,选高之眠,这丝要说真正高级,当然还是蒸丝面料,它是纯方残白之丝之物,有时是垂坠改好,特别适合用来制作女士衬衫的蝴蝶结部分。 还有常见的一种看起来光滑光滑的真丝,其实叫做素皱段,这种面料是真丝中的高档品,是有钱本人了,不过也正因为如此,常常被同安斯仿冒,同安斯属于粘胶纤维,质感可差远了。 李冰冰之间亮闪闪的白衬衫就是素皱段,看起来非常高贵追求休闲感,普通棉,沾纤,绵满混绑,如果你更重视衬衫的舒适度,喜欢休闲风,那么纯棉是最好的选择,柔软稀罕,一件高品质的衬衫,至少应该是纯棉的。 这里向大家透露,市面上很多衬纯棉的衬衫,手感却不一样,就是因为棉部的棉纱线就密度不同,值得越密,沙线越细,支撑的棉部手感就更好,这样做成的衬衫当然更贴和肌肤。 沾线就是沾胶纤维,是从别的植物里提取的纤维素制成,舒适度比纯棉还好呢,不过很容易皱,棉毛就属于混坊了,棉和笛轮以不同比例或合法制成的,比较轻薄,适合夏天,给人用懒随性感,追求造型感,混坊如果追求造型感,混坊面料的衬衫最适合。 因为根据混坊比例差异,混坊布料可硬可软,也就容易塑造衬衫的挺高感,追求性价比,普通名,沾线,混坊当然,就性价比来说,真正好的真丝偏贵,绝保又容易买到劣质产品,而且不透气不稀罕,舒适度一般,所以综合来说,纯棉,沾线,部分质量好的铜鞍丝,混坊面料的衬衫,都各有优点。 且价格合适,款式不死版,花样丸搭配白衬衫绝对不是职场专利,只要变变花样,更适合休闲来穿。 路肩款如今虽然立秋了,但气温还没降下来,路肩款的衬衫最先登场,这两年流行的不好好穿衣风,就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路肩款衬衫, 夹两件衬衫,可以有意无意露出锁骨,肩部的线条,更性感,或一字,或斜肩的路肩衬衫,看上去像是不经意穿了不合身的衬衫,既可用懒,又可性感撩人。 同样是小花,这搭第一次肩衬衫穿的前类客人,而雷英洛无几言则穿,出了扑面而来的帅气再搭配一条好看的项链,像是爱恋珠宝,的蝶变系列这款新衣项链,真是吸引所有眼球了。 露出里面的背心肩带,甚至干脆制作成甲两件,更有个性,高贵贝塔珠和寒雪都选择了肩带款,宽肩带端装,起肩带性感最佳搭配,短袋裙,短裤,牛仔裤,送加以线条俐落的鞋尖衬衫,搭配硬帮的牛仔裤,凸显自己霸气潇洒的一面。 陈树的鞋尖则更有知性气质,搭配短裙更简灵裹身,换裹身款小白衫是最佳血瘦神器,它能加强腰线,瘦身功效尔,它通常是两片式结构,绑起来是多位微领,还特别适合肩宽,脖子短的朋友,更有添加了绑带,腰风等元素的裹身款,腰部更细了,布皮都不行了最佳搭配, 第二,枯腿裤,火身裙裙装款衬衫裙是衬衫里最女性化的一款,我们开头提到,虚情穿衬衫裙的时候,本身选择的就是比较有设计感的oversize,恰到好处的打开领口,捲起袖子,露出腿部,是的人看起来性感鲜瘦,真是太会穿,而长文力穿的其实也是衬衫裙,如果穿好了也不会差,可惜裹了围巾还穿了长裤, 衬衫裙便失去自身优势,其实AI一样最在意的,是讲文力衬衫上的褶皱,太多了,就算不要求穿的多美都好看,但整洁是对自己的尊重,衣服上的褶皱会显邋遢,可万万要不得最佳搭配,配一双美鞋,简约的系大良鞋最拥有人美,前口高跟鞋则相对端装,休闲小白鞋最舒适,也最适合日常穿着袖子系把衣服, 这两年,设计师们都特别喜欢在衬衫袖子上做文章,小白衫的袖子也发生了重大变革,不再是严肃的收口袖了,有趣的袖子也能为你的整个衬衫look 增加不少看点和层次握,飘逸的穿款喇叭袖,可以盖住手面,下大上小的设计很新手,视觉上延长四致,穿短款的喇叭袖比较俏皮可爱,而喜欢端装一点的朋友,可以选择羊腿袖,自带复古气息,让人看一眼就很着迷, 翘皮短款喇叭袖秀,传说中的羊腿袖,复古幽然最佳搭配,简单下装,金属,首饰领金款在之前大火的喊剧,金秘书怎么这样理,女主可是做出了领金款白衬衫的标准示范,领金款白衬衫特别适合职场, 但是只要小小变动,就秒变休闲时尚,解锁秋天衬衫的新穿法做内袋白衬衫,几乎可以成为所有种类外套的内袋,衬衫这种特殊的气质,就好像调色版,可以承载各种风格,然后用一挤之力去调和,初秋时节,作为内袋,可以在衬衫外搭配装着背心,背戴裙,背戴裤,都很美,时尚和保暖一举两得, 搭配背戴裤,修衫帅气,搭配背戴裙,背心,保暖又精神,美人王祖贤早就这么搭配过了深秋后,白衬衫贴身作为内袋,外面可以配毛衣,绿,出衬衫领子,袖口甚至下摆,马上就有了时装感,不拘泥于常规,让造型更加生动,白衬衫还能用来搭配狂野的牛仔外套,裤干十足的飞行员夹克, 小皮衣,西装,和身球之后上身的大衣,注意穿的时候要敞开外套,露出衬衫,圆圈用衬衫打底,搭配穿款风衣外套,功气十足,孙鲜泽将长屁画屁在肩上,露出设计干的白衬衫,完美演绎英伦风,张力和张天爱都用白衬衫搭配短外套,也太帅了吧,做外套上面提到的叠塔黑色高领衫大法, 今年来超级火爆,这种它配法不仅保暖,又不耽误时髦,好选好用,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用纯黑色紧身高领大底,外套白衬衫,色彩和谐,又有冲突感,最不挑人,拉片也容易被找到,更提倡这种黑色领口,有装饰拉链底款, 看着不会太刻板,高领内搭也可以化成影色,驼色,更有层次感,A2加思域,其实,贾文力年轻时也是美人一枚,居家的时候可以轻松自在不修边幅,但外出还是应该好好整理一下自己,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,白衬衫其实是非常容易搭配的基本单品,不管是搭配什么裤子,裙子,或者戒指, 项链,都是百搭,别再说穿不好了哦,你好,我是A2加,世界这么大,很高兴与你相遇,或许更多更好玩的时尚资讯,跟我们一起爱恋到底